中国原理也是另一种可以留意的股票 因为它本身除了传统的光力发电 佔6%至2%左右 它的光伏和水力发电 所以新能源的发电也会慢慢加大 新增也会在合影公司开发一些新能源 或者智慧能源管理项目的建议 所以我相信整体六见概念股 当你现在这个时刻来说 它如果继续扔着火电 其实仍然有好处 因为它的煤价已经有一个区间 对于它的成本来说是有一个控制 未来这一方面只要它能量平均 不要令它太多钱甚至负责 其他部分慢慢加大力度 对于它未来的整体发电组合来说 就会更加健康 同样看着走势来说 近期来说它慢慢整股完 是希望走回一个上升的趋势 所以在短期来说 无论你未来的中市发展或短期的趋势 都是另外一种可以留意的建立股份 其实是支援三月出来的典故这个区域 向上突破升6.5% 短期来说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继续承着这个 这个系统港股 希望这个纽约组织的时候 这部分资金去炒作不同的主题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上网多少呢 暂时就上网之前的去年12月底 那些高位 你看着5.5% 5.6%的水平 那两下的话 我觉得不要放得太容易 那我买了去 只剩下早两年的低位 或者4元的重要关头 我觉得可以先一先 而再去行观望 可以进入一个这样的部阻